2020年1月2日,刚刚结束了房车北美环游返回加拿大的我们,为了记录这次旅程,第一次开通了凯文一家凯文Family的YouTube频道。 没想到随着视频的持续更新,我们的频道竟然得到了这么多朋友的喜爱,大家的鼓励和支持也成为了我们一直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 持续关注我们的朋友都知道,一直以来我们都是一个四口之家,家里有动手能力很强,又非常爱家的凯文爸爸,喜欢拍摄记录全家生活,热爱剪辑的凯文妈妈,乖巧懂事又非常体贴的凯文哥哥,以及超级爱吃又淘气的小小女汉子凯琳妹妹。 转眼,时间来到了2023年,一直在中国和妈妈,外公外婆一起生活的凯理,也已经长成了16岁的大姑娘。 原本打算大学返回加拿大读书的凯理,临时改变计划,决定今年就回到加拿大读高中,而我们也正好于去年刚刚买了房子,终于稳定了下来,相信一切都是上帝最好的安排。 爸爸联系好了高中后,凯理正式离开了她从小生活的家乡,告别了妈妈和外公外婆,独自一人从中国飞到加拿大。 正式成为了凯文一家的第五位成员。 本集将跟大家一起分享,为了迎接凯理的到来,我们进行的准备工作,卖掉我们的越野车,给房车加装第五个座位,到IKEA给凯理买家具,以及全家兴高采烈地来到机场迎接凯理的全过程。 Hello,小可爱。 今天我们的小白就卖掉了。 给车行给收回去了,因为开地要来了,然后我们这个四人坐的车就用不了了,然后我们就把它给卖了。 我们的小白好舍不得呀,开了一年。 刚把这小白开回来的那天,还记忆犹新呢,这么快就卖掉了。 拜拜。 阳光明媚的好日子,今天是周日,天气特别好,我们今天要去给凯理买家具。 因为这车只能坐下四个人嘛,现在凯理来了之后,我们又加装了一个中间这个座椅,正好凯理坐在中间,然后他们两个都在后边。 这样我们五个人就可以开着房车出去旅行了。 我们已经到IKEA了,现在先进去吃个饭,吃完饭之后再逛。 这儿可真热闹呀,好多人都在这儿吃饭。 我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来IKEA吃过饭了。 推个小推车。 可爱。 在这边拿个托盘。 这边是各种蛋糕。 这边的蛋糕是3块9毛9一个。 拿了一份沙拉,2块9毛9。 点一份瑞典肉丸。 mash potato,土豆泥。 来点汁。 奶油鸡。 奶油鸡。 点了两份,人气可真旺。 可能也是因为今天是周天的缘故。 嘿嘿,开心。 真好吃。 这两天凯文和凯莲天天算日子。 天天问我,姐姐还有几天来呀。 到这边拿叉子。 对,就拿一个杯子,可以到这边免费续杯。 好了,大功告成,现在去找个座位。 天呐,这周日一过来这吃饭,连座位都找不着。 人满为患的。 哎呀,还真找着一个,太棒了。 这小隔尖还挺好,挺隐秘的。 今天点了一个瑞典肉丸的套餐。 点了一份这个咖喱鸡饭。 点了一个小蛋糕给他们两个。 还有一份蒜香面包。 这个蒜香味好浓,好香啊。 还点了一个小沙拉。 嗯,好吃。 这顿饭一共是31加比。 在这吃饭还挺便宜的。 这是土豆泥。 好可爱呀。 哎呀,你小表情。 嗯,给电视上的小孩学的。 哎呀,小丸子真可爱呀。 谢谢,妈妈。 吃饱喝足,现在要开始逛IKEA了,买家具。 我们找到这个电脑升降桌了。 想不到这才隔了一年,这个升降桌就涨了这么多钱。 就我们刚搬到这的时候买的那个升降桌,那个时候我记得才400多。 看看现在都涨到600加币了。 天哪,现在这物价涨得也太夸张了吧。 一模一样的桌子。 这个座椅我们一直用下来感觉特别舒服坐着。 然后才69加币,就特别好的一个椅子。 现在我们再来给凯莉选一个床。 这边有好多单人床。 看看我们凯莉一到了这儿,天哪,就看到这床就要往上爬。 凯莉在这儿摁着呢。 这个小家伙赖在这儿不走了。 真不见外野,把这儿当自己家了。 看了一圈,还是买跟之前我们给凯莉买的那个单人床。 一模一样的这一款,这款是有货的。 刚才看着都没货,然后给凯莉选了这款床垫。 这个床垫质量特别好,支撑力很强。 现在我们再去看看台灯,就大功告成了。 我们现在到这边拿那个电脑桌。 回家啦,全都买漆啦。 回家给姐姐买床。 已经买完了,买了凉车。 我得不及,姐姐来了。 又得不及了。 这两天天天等不及姐姐来了。 快了,姐姐马上就来了。 就等着姐姐来陪你俩玩的,是不是呀。 现在物价是真的贵了。 我们今天就买这个一个单人床,电脑桌,桌椅,还有几个台灯。 买了这点东西就花了1700多加币。 我们去年买的时候都没这么贵。 这才隔了一年就上涨了这么多。 现在可能是疫情的原因吧。 这个物价上涨飞快。 看我们装了满满的一车。 我们这车的装载能力是真强啊。 多亏有这车,要不然都拉不回去了。 满载而归,就等着凯莉来了。 吃饭了凯莉,吃饭了。 刚刚吃完晚饭。 现在把我们今天下午买的这些家具开始组装了。 然后先把这屋的这个升降桌给组装起来。 这个之前是我的工作室,然后这边是爸爸的工作室。 接下来这个房间就给凯莉用了。 因为这个房间是我们朝南的这两间卧室里面,唯一一个有单独的衣帽间的。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房间特别适合凯莉。 之前是凯莉和凯莉的衣帽间,上面挂凯莉的衣服,下面挂凯莉的衣服。 然后接下来就给凯莉用。 然后这个床的话就是把它撤到隔壁我那个office里面。 这个床换上今天给凯莉新买的那个一模一样的一个小单人床。 然后这个衣帽间里凯莉和凯莉的这个衣服就全都撤到主卧有一个我的衣帽间嘛。 就是我跟凯莉和凯莉共用一个衣帽间。 然后把这个衣帽间投出来,给凯莉单独使用。 然后爸爸还是用她自己的这个楼梯间一上来, 这个走廊里面呢有一个单独的一个小衣帽间。 这样的话就是凯莉就会感觉到比较私密。 就这个房间就全都是她自己的,全是独立的。 这俩兴奋的,家里又发生大事了哈,就要从一家四口变成一家五口了。 这俩激动的,天天问姐姐什么时候来呀? 姐姐还有几天到啊? 多亏我们这个卧室够大。 然后这个卧室还有一块空的位置,正好能放下一张这个电脑桌。 因为我们楼下那个全都用来做娱乐空间了,就是楼下就不住人了。 真的是满满当当,一点空间都没有浪费的,全利用起来了。 觉得房子里可热闹了是不是啊? 家里的人越来越多了,越来越热闹了。 好了,一顿折腾啊,然后把凯莉和凯莉的衣服全都弄到我这屋来了。 想不到她俩的衣服排成排之后这么多,硬给塞进去的。 也不知道这个杆能不能撑得住这个重量,还好我的衣服特别的少。 然后之前开完凯莉的这个衣帽间,我已经彻底的给腾空了。 这个就变成凯莉自己,这是她独立的,就在她的小卧室里边。 我的天哪,凯莉小偷。 这凯莉也太逗了,我跟爸爸在这儿倒头房间,她自己把我的那个在大峡谷的那个帽子给找出来, 然后把哥哥那个小书包给找出来,自己给自己打扮的,看看,还把哥哥那个小偷鞋给穿上了。 凯莉以后有服装设计的天分啊,真可爱。 最后我还是决定把我这个office给爸爸用了。 正好她的那张床挪到这儿,因为她经常晚上工作时间比较晚, 然后我跟凯莉睡得比较早,她就自己在这边办完工之后, 然后就可以在这床上睡觉,然后她自己有一个独立的房间比较好。 最后还是我用这边这个桌子,就是我在这屋比较方便。 这回我这屋的灯光也到位了,大功告成了,三个房间现在全都归整出来了。 这个是我的新的工作室了,这边晚上我带着凯莉可以早点睡。 这是昨天给凯莉新买的床,今天也都组装好了。 你爱你床,这是姐姐的床,你喜欢的,那你就没事就来这儿找姐姐玩。 然后这边给凯莉也配了跟我一模一样的那个电动升降桌, 然后一样的这个椅子,给凯莉配了一个跟我一样的立地灯, 然后又给她买了一个新的台灯,现在就是这个衣帽间给凯莉单独使用。 下面还给她配了两个新的小篮子,然后这边是爸爸的房间了。 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了。 明天晚上姐姐就来了,开不开心呢? 耶! 爸爸给我这个,加油! 接下来家里边就是三个凯莉,姐姐是凯莉,你是凯文,妹妹是凯莉。 妹妹好像呀。 对啊,好像啊,对,因为你们三个都是爸爸的孩子。 真可爱。 这个凯莉傻子。 凯莉的房间,直接对着我的房间,一打开门,就能看到我这边。 哎呀,哈哈,你们三个太可爱了吧,坐在这墙角这儿。 天哪,爸爸这边突然收到凯莉的消息,凯莉现在此时此刻正在中国上海, 然后她妈妈陪着,马上就要起飞了,没想到突然出岔子了。 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旅行证过期,所以不行,要去公安机关办理一次性出入境证明。 加拿大国籍从中国飞出来,还得受旅行证的牵制啊? 它是这样,就是你入境的时候跟出境的时候用的证件必须一致。 它入境的时候用的是旅行证,出境的时候必须要用旅行证。 因为它加拿大护照是没有中国签证的,所以就是必须出入境用同一个证件。 它同一个证件过期了。 哇,我们这边都欢天喜地的准备好了,结果既然出现这种小差距, 那就还得先等它就是旅行证延完期,然后才能再飞过来。 还挺失落的,本来以为明天晚上就能接着它了呢。 爸爸回来又买了新的家具,是你们两个那个下边玩具房的。 今天爸爸打算把楼下那个除了试听室,另外一个卧室改成他们的琴房,还有玩具室。 然后我们这客厅就又被清空了。 然后爸爸还买了一盆这个花,还挺好看的,放在这个桌子上。 这个花是假花,因为真花我是养不活的,肯定会养死的。 然后就直接买了个假花,还挺好看。 啊,这两个小家伙。 接下来楼下就全都是娱乐空间了。 楼下的功能好齐全的,有健身房,跳操的,琴房,玩具房,视听室。 然后我们大家所有人都住在楼上,到楼下去娱乐。 现在我们楼下就是一下来,左手边这个房间是健身房。 在这跳操,现在就等着凯莉来了之后,陪我在这捡捡肥啥。 然后往这边走,这个房间就是,现在就是空的嘛。 就是临时把他俩的玩具什么都扔进来,就堆在这儿。 然后乱七八糟的,今天爸爸就是买了玩具归纳的家具。 然后把楼上那个琴和鼓挪到这边来。 然后这个房间就是我们之前爸爸弄的那个视听室。 然后在这屋看电影。 然后从这个视听室过来,这边还有一个房间。 然后这个房间就是我们的那个洗衣房。 然后这边贴了个laundry的牌子。 我们楼下这位功能好齐全的,每一个空间都利用起来了。 凯文现在自己在这创作呢。 嗯,好棒,这都是开完自己编的曲儿啊,真厉害呀。 哇,爸爸现在正在下边组装呢。 接下来就把他把这些乱七八糟的玩具都给他归纳起来。 每天自己在这又练琴又敲鼓的,可热爱音乐了。 全是自学都没给他请老师啊,就是在iPad上面有一个专门教那个弹琴的程序。 然后爸爸花了一年的那个会员,然后让他跟着那个软件学。 看,爸爸喊我们了。 爸爸把楼下给他打那个装好了,下去看一见。 耶,太棒了吧。 哎呀,看看这回你们俩的玩具也好规整啊。 哎呀,有了这个玩具归纳的这个柜子,他俩的玩具现在看着高档多了。 这是今天给他们新买的那个小黑板,太棒了。 这房间真好啊,现在。 然后待会儿再把琴什么的挪下来。 这屋就是琴房跟玩具室混合。 以后你俩玩完那个玩具也要放回原位,从哪拿着就放回哪去啊。 要四个这个玩具是大的。 对,这大的给你放在上面了。 挺好看啊,啊,挺好看啊,放在这屋。 对,这小文章也就放在上面了。 对。 现在把琴挪下来啦。 我觉得妈妈在房间越来越好看。 啊,是啊,爸爸把我们这房子现在楼上楼下,每个空间都设计得好好啊。 啊,哎呀,好厉害,你们俩。 哇,搭配的太好了。 啊,卡丽,还没好了啊。 哇,真帅。 还有一个就一家咯。 嗯,还有一个卡住了。 今天是5月1号,是我们凯文一家的大日子。 还有两个小时,凯利就飞到卡尔加里机场了。 从一会儿接到凯利开始,我们凯文一家就正式从一家四口升格成一家五口了。 看我们的两个小宝贝,都换上新衣服了。 打扮得可漂亮了。 就等着去接姐姐了,这段日子给盼的。 本来姐姐是4月底就能到的,结果就是因为凯利的旅行证过期的问题, 中国海关上次就是没有放行,然后又重新补办的。 所以就延到了今天,5月1号,这才登上飞机。 还有两个小时就飞到我们这儿了。 然后凯利已经给我们发信息了, 她现在已经正式从温哥华那边登上飞机, 然后再来卡尔加里的途中。 一个半小时以后就到了。 一个半小时就到了。 一会儿我们全家,然后就去机场,去把凯利给接回来。 哎呀,凯利太能欺负哥哥了。 看看直接骑到哥哥身上了,把哥哥当大马骑了。 全家都上车,准备好了。 去接凯利了。 耶! 要见到姐姐了,姐姐可漂亮了。 现在去卡尔加里机场之前, 我先让爸爸到这个旁边co-op这边, 然后进去给凯利去买一束鲜花。 凯利一会儿你负责给姐姐送花好不好? 不好意思了。 哇,快看爸爸回来了。 买了一束花,然后买了两个小气球。 嗯,一会儿,挺好看的,这个花。 嗯,挺好看的,这个花。 我没说这黄玫瑰挺适合的。 嗯,一会儿爸爸拿着花, 然后凯利和凯利一人拿个小气球, 然后送给姐姐好不好。 还有半个小时,我们开过去要20分钟。 好。 挺好车就刚刚好。 好的,时间还挺紧迫。 赶紧出发去卡尔加里机场。 倒计时。 嗯,倒计时。 30分钟开始。 我们车子已经停好了。 就在这个卡尔加里这个机场的户外停车场。 我们车太高了,室内都进不去。 全副武装全都准备好了。 一人一个小气球。 嗯,然后爸爸拿着一束花, 我们去接姐姐了。 凯利刚才刚给爸爸发了微信, 然后她已经在滑行了。 走走走,赶紧进去。 姐姐马上就下飞机了。 天哪,这个机场怎么这么大呀? 我们停好车之后就迷路了。 完全不知道怎么走。 现在一顿瞎走。 好大的阵仗啊。 凯文一家集体出动。 来迎接姐姐的到来。 迎接凯文一家的新成员。 刚才爸爸问了工作人员。 原来我们方向走返了,得往回走。 这儿真是太大了,太容易迷路了。 看你们三个。 就在前面。 行李都在这儿。 就在这儿取行李。 这个行李原来就在这个街机的这个地方取。 我以为是在里边取完行李再出来呢。 看一下是哪个航班。 在三号啊。 在三号啊。 凯利坐的就是这个WS114。 Vancouver飞过来。 在三号楼。 我们终于走到了。 一会儿凯利就在这个三号出来。 呵呵。 小可爱有点饿了。 爸爸先给他们买点吃的垫一口。 一会儿街上凯利再带凯利去吃个大餐。 机场确实方便。 刚才我们正说着有点饿了。 然后这个街站这儿就有吃的。 这边还卖挺多东西呢。 有三明治。 还有这个卷。 还有酸奶。 这两个小家伙儿。 在这儿等姐姐呢。 一会儿姐姐从这后边就过来了。 耶。 还挺热乎的。 这个先垫一口吧。 先让他们两个吃一点。 吴义荣买了一个垫一口的。 还挺好吃。 还挺健康。 那边已经陆续的有人在这儿等了。 姐姐来了。 看看。 快,快,找人了。 走。 找姐姐去。 哇,在这儿呢。 哇,凯莉已经长这么高了。 都快点上爸爸了。 姐姐好漂亮。 开门好害羞。 凯莉累了。 正好坐在姐姐的这个行李推车上。 车这儿了。 这是凯莉第一次看到爸爸改装的车。 就是亲眼看到。 还能把头伸出去。 对,这个车就是可以变成多功能那种。 就是白天这个车后边还有个桌子。 对,前面可以坐人。 然后后边就是可以住。 然后白天是那个座椅那种。 对,把姐姐行李放上去。 这回我们可热闹了。 这是凯莉第一次坐上这个爸爸亲手改装的房车。 前排,爸爸给凯莉加装了一个座椅。 感觉怎么样? 还行。 接下来凯莉坐在我和爸爸中间。 然后两个小可爱还是坐在这儿。 这边还有个安全带可以积少。 五个人正好能坐下。 还挺宽敞哈。 我们的肩膀并没有看在一起。 对,我们三个坐第一排感觉视野很好。 到家了。 这是凯莉第一次回到家。 第一次进这个房子。 要跟姐姐进屋了。 买了一个这个鲨鱼的。 接下来慢慢就熟悉了。 这是楼上楼下的就都熟悉了。 电视机在下面。 对,咱们先参观一下这一层。 你去看看你的房间。 对,这边。 这是桌子能升降吗? 对,电动升降的。 太横花了。 奶奶还特意给你寄了那个枕头。 对,那个小枕头。 这是奶奶做的? 对,奶奶从中国。 你真的就,你真一下是一个。 对,挺舒服的。 可是那个小枕头对颈椎特别好。 挺舒服的。 对,你那种大枕头舒服。 当时你,就这个房间现在不是比较空吗? 然后你喜欢什么,什么画啊什么,你想怎么装饰。 你就自己布置,布置成你喜欢的样子。 先吃个棒棒冰。 凯文也在吃棒棒冰。 参观一下楼下。 拜拜。 对,楼下比楼上凉快五度。 然后这边接下来就是咱俩。 咱俩就在这儿减肥了。 在这边有跑步机。 然后可以,对,然后这边可以跳操。 这边有镜子,然后还有电视。 这电视都可以上网。 练舞蹈。 对,这边可以练琴。 对,然后这边是他俩的玩具。 这也是爸爸做的。 这就好好玩。 嗯,就是咱们空间挺大的。 我们已经到了,现在去吃个寒餐。 刚才问凯丽想吃什么,然后她说她想吃寒餐。 所以今天就来这儿吃了。 看我们凯丽小可爱都睡着了。 这回我们要升级了,以前是四个人吃饭, 现在是五个人吃饭。 可以直接坐在这种很大的卡位里了。 我们的餐来了。 冷面。 这就是骨头汤。 点了一份骨头汤。 这就是凯丽最爱。 然后我们还点了一个海鲜饼。 辣白菜炒饭。 我们大家一起分享。 这个冷面很好吃,酸甜的。 对啊。 平时也爱吃冷面。 冷面是凯文宝贝的最爱。 这是凯丽点的炒年糕。 这是辣白菜炒饭。 这是猪骨土豆汤。 还有一个海鲜饼。 看我们凯丽小宝贝睡的呀。 味道怎么样? 跟国内的比。 嗯,甜甜的这种。 我们全部都吃光了之后,凯丽小可爱才睡醒。 走回家再吃吧,给打包了。 上来让姐姐背呢,会撒娇了。 跟姐姐混得好熟啊。 咱们去逛超市了。 带凯丽去逛一下这个大统华。 走吧。 这是凯丽第一次逛加拿大的华人超市。 凯丽一到这看到哈根达斯惊呆了。 凯丽说国内这个哈根达斯卖88一盒。 然后看到这边变便宜了, 然后就觉得可兴奋了。 选一个巧克力的。 好像妹妹也喜欢吃。 对,她们俩也喜欢吃。 你们三个一起吃。 凯丽到了超市冲到泡面去。 见到这个方便面好兴奋。 凯丽没想到这个国外的华人超市还货挺全。 挺惊讶的一光。 好,大功告成。 这位可以回家了。 回家让凯丽休息休息。 早早时差。 咱ffer & 让整 jede大海搞买的华人。 55ula laser。 在哪里? 最高梯 taper了晒。 在几时的车维及或者习三经。 浙印记巨区杆更多摄影。 。